好 今天雨晖的貴賓 今天很榮幸來參加2023的富邦 永續大未來的論壇 我想就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大概就是最主要的是 在氣候變遷的一個大環境之下 台電公司怎麼樣化為機位轉機 朝向所謂的低碳 而且也是具有強大的韌性 跟智慧的電力設施來發展 首先我想跟各位分享的 在這個畫面上 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全球大家都有共識 世界各國都朝向2050年的靜零碳牌 但是朝向靜零碳牌的當下 我們可以看得到 現在目前幾個主要的國家的發展的態勢 在2023年的今年的10月以後 歐洲共同市場采取了Seabank 也就是邊境關稅的登記 這個邊境關稅的登記 影響了多深遠 在2026年開始要才行 所有所有的供應鏈勢必要朝向 靜碳減碳這條路來走 那麼在這條路來走之後 除了影響供應鏈 影響市場 也影響到整個大家的生活模式 換言之 台灣是一個出口為導向的國家 它勢必要結合政府 民間跟企業 一起來朝向這樣的一個旅程 在這個旅程當下會改變了未來在整個 生產的一個模式以及整個消費的模式 甚至於平台的運作方式 那麼站在台電公司它是一個最主要的電力 就台灣本島來講電力的供應的單位 那麼我們朝向的是希望能夠穩定的供電 但是朝向穩定的供電 當下我們最主要找的是幾個條路徑 首先要想辦法把高排碳走向低排碳 在走向低排碳我們要用哪些策略跟方法來突破 那麼在邁向近零的時候我們還需要再做哪些的整合 我想大概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幾個主軸 好 首先我們再看這一張的畫面 在這一張的畫面裡面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氣候變遷裡面對台灣近二十年來 影響最深遠的有三件事 首先在畫面上的最右邊 各位可以看得到921大地震 921大地震的時候它摧毀了 因為電網在耐震的強度不夠 尤其在中部的電網 中療超高便店所倒塌了 所以全台灣大區域的停電 最多曾經有高達了六百萬戶的停電 我們全台灣總的用電客戶 大概有1400萬 大概將近一半沒電了 那麼整個復電回來的時間拉長到三天 然後後面大概陸陸續續回來 大概花了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再來看2016年 2016年對台灣影響比較深遠的 大概都在東海岸跟南台灣 2016年大概在7月份的時候 有個尼泊特台灣從台東登陸 台東登陸之後 造成台東的整個很多的電塔 這個電感倒塌了 那麼更重大的是在當年的9月份的時候 叫莫蘭特 莫蘭蒂颱風 莫蘭蒂颱風從南台灣登陸 然後事實上真正的颱風也沒有掃過 經過台灣 從台灣的邊緣掃過 掃過之後 各位可能不知道 當下的整個南台灣 所有的電感大概都倒 倒了475根 這個數字對我來講 我即刻記憶遊行 而且有3000多處斷線 所以總共的停電負數 110萬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復健 而且動用了全台灣所有的電力的人力 投入糾災 那麼在2021年 剛剛賴蘇長有談過了 在2020年前年 我們台灣真的是面臨到百年的大汗 在這百年的大汗裡面 我們看到一個主要的情境 那就是一旦進入漢象 我們台灣有幾個對台電公司 在整個水利供電裡面的調度 非常重要的有一個抽搐 我們有一個抽搐 就是明潭抽搐 還有大觀抽搐 這個大概有260萬 從260萬降到只剩下70萬 再來還有我們的大甲溪 大甲溪流液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電力調度 大概有112萬 大概剩不到10萬 所以換言之在這些 異常天候的狀態是要對整個電力的供應 造成了相當大的衝擊 我們怎麼樣從中間來學到 怎麼樣來提高電網的韌性 這是我們今天所面臨到的主要的課題 那麼在這個課題之下 我們能做什麼 首先在畫面上各位看到了 就台電公司來講 剛剛跟各位報告 要需要從低碳來做的時候 換言之我們在低碳的轉型當下 在靜零碳排的低碳轉型當下 我們有哪些road map 我們有哪些管理手段 我們有哪些策略 我們要去做 但是做完當下 還是比較重要的 電網需要達到多少的韌性 才能夠符合時代的需要 但這個韌性還是需要考慮到 平常跟災害來臨的時候天災的狀態 尤其在去年3月3號造成全台灣的一個大停電 反而凸顯的風險的管控 怎麼樣能夠做到符合台灣人民的需要 這個是我們所要做的課題 那麼再來在生活方面來講 各位可能不知道在潛移默化之下 台電已經悄悄地走上幾件事 各位也知道手機 手機以前是analog的信號 但是從analog的信號 轉為成數位化的時代來臨的時候 各位生活改變了 你的手機的功能可以說是幾乎 我們常常聽到一個笑話 好像手機比太太還輕 孩子跟我們的互動沒有像手機的互動 它跟手機互動了嗎 換言之數位化時代來臨的時候 電網的結構走向智慧化 它可以讓電網的控制的穩定性 電網控制的效能提高了 這樣子會改變大家的用電習慣 也會改變城市的風貌 也會改變生活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 數位化的時代來臨的時候 會改變了電網的管理 跟電網的節電的作為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在低碳的方法 我們必須要做 剛剛我跟大家分享的這四件事情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有幾個road map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短程 在短程裡面2025年裡面 我們台灣台電所做的第一條路 就是怎麼樣從過去的碳排 走到一個低碳的時代 那麼在低碳時代 在2025年我們首先要達到做幾件事 在供需方面 在電網方面 還有在需求段方面 做三個面向的調整 首先在供需方面 我們首先大概各位都知道 我們現在無論怎麼樣 要把綠電帶上來 綠電現在眼前的大概最容易帶來 大概就是光電 風電 水利大概對台灣來講幾乎都飽和 接下來只有剛剛如同賴署長所講的 川流式水利 這個部分需要去開發 好 那風電跟光電 光電有多少呢 我跟各位報告 到目前為止風電 大概有多少 10.57G 這個GIG換算成 中文大概多少 1050萬千瓦的電力投入 那麼在風電方面 我們現在風電 大概陸域的風電大概飽和了 大概陸域的風電大概有80萬千瓦 但是海上 離岸風機大概到目前為止 有107萬千瓦 換句話 這兩個加起來 風機就將近的有200萬千瓦 但是未來我們的目標朝向的太陽光電 在2025年 我們邁向朝向是20G 也就2000萬千瓦 那麼離岸風機大概有570萬千瓦 但是跟各位報告一個喜訊 我們在其實各位在生活上面 可能不注意到一個細節 我們也就是在今年的3月5號的時候 我們太陽光電加風電 這兩個再生能源 它的發電量已經達到悄悄的達到 3月5號達到整個電網的三分之一了 各位可能沒有感覺到它的存在 那這個三分之一影響有多大 這個三分之一對於大家的影響 可能就變成了在慢慢的悄悄中 因為這些不穩定的能源上來之後 很多的管理策略很多的形態 勢必要把可運轉的機載電力 包括氣包括煤就往下降了 讓充分的能夠再生能源能夠上來盡量使用 好 那我們還用了一個叫做乙氣代美 乙氣代美是什麼策略 在就是盡可能燒天然氣 然後採用低碳 同時尤其在這些污染季節 秋冬的污染季節境外流入的污染源高的情況之下 台灣奔倒不容易擴散的情況之下 盡量減少火力發電 煤的發電 然後採用氣的發電來改善 在電網方面我們現在當然從事於智慧電網之外 還有儲能現在也蓬勃在發展 我們目標在2025年達到了150萬千瓦的儲能 那麼輔助服務 我們輔助服務從前年2021年 已經有50戶的一個供電戶參與了 大概可以創造了42萬千瓦的電力 這樣子得到一個結論就是 能夠把一些投資在民間的電力 並到電網來使用 可以讓能源的使用效率更高 因為投資一度電如果為了應付尖峰 就如同你想喝牛奶 你養了一頭牛 有必要嗎 這就是在整個思考方面的改變 那麼在需求面方面 需求面方面有時間電價 時間電價我們目前來講 大概對於我們國內的所有的高壓用戶 包括超高公戶目前有25萬戶 這些大客戶來講他都可以進入時間電價 透過時間電價他可以調整 對於他最有利的生產模式 對他最有利的節電方式 需量反應 需量反應我們現在已經有兩千多的客戶參加了 這個需量反應也提供我們抑制尖峰 達到107萬的尖峰 换句话说 我们过去为了应付尖锋 准备了很多机组 现在慢慢的我们希望能够把尖锋压低下来 这是我们现在眼前所做的 而未来在静零碳排的到2040年的时候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做氢能 把氢能能够贯注在燃气的机组混氢 而燃煤的机组混氨 然后甚至我们也在开采想办法从地质上 从很多的技术上来做碳捕捉CCUS 碳的储存跟使用的二氧化碳储存使用来 还有目前大概比较 现在大家都在谈的就是 有关于海洋能跟深层地热的部分的发展 我想这个部分到最后 我想大家常常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在媒体上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最主要在2050年 主要的重点都放在再生能源 我们在目标大概朝向了60到70% 配合国家的一个总体发展 往这个方向走 而希望能够火力压到27以下 OK 好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在这个发展的电力规划之下 我相信跟各位报告一下比较重要 大概电网 电网要怎么样足够有强壮 应付电力的需求 电力的稳定 同时应付天灾的需要 我们过去的电网 大概沿着台湾的主纵线 中央三脉运送了超高压电力 电力网先往上送 再分阶段个别的交流到往外送 但是考虑到再生能源上来之后 我们不再走这个方向 我们采取的是什么分散式的 也就是尽可能所有的电力一产出 尽可能就在local用掉 这样子能源使用效率最好 或者你在高速公路上面送电 它是有热散式的 也就是电能会流失 这个是我们在做的 那么再来怎么样因应 各种的气候变迁的一个强化固望 这个也是我们另外一块投资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投资 能够让我们现在的一个停电 那意外的事故 从过去到2021年 我们已经减少事故了 减少了60%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再往下压得更低 其次在整个的这一个防灾方面 刚刚各位也跟各位报告 2016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墨南地台湾 对于恒春半岛 其实可以说是屋头烧到没 臭嘎那个屏东市 但是倒了一大堆这个电感要复电 那个真的是很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在去年的短短的半年内 我们把所有的恒春半岛的 鹅兰部公路线路地下化 总共地下化141公里 而我们现在全台湾所有的都会区 跟重要的可能会受到灾害影响区域 我们已经有44%下地 其次再来 我们有考虑到台湾的山区很多 譬如说乌莱 譬如说南台湾的屏东 有好多乡镇 山区像部落 遇到天灾之后 它可能会遇到什么 它可能天灾来了 它可能会断电停电 我们就开始发展了所谓的微电网 这微电网就是鼓励在当下去配合 有再生能源 跟它建制一个微的储能 同时小的发电机 一旦有天灾来 它可以维持 透过储能的设施 跟所谓的柴油小型的柴油发电机 形成一个微电网 这样的一个方式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跟各位简单地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现阶段 在整个的控管方面 台电公司是怎么控管 台电风险管控 我们现在在推动 的确我们一组人很辛苦 为什么 7-11来形容 从电源端 电网端 再生能源 尤其是再生能源 都是各种分散的 大大小小的很多 还有民间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台湾有比较特殊的 有中油公器的 这些都涵盖在我们控管的范围 而比较大的是 在整个控管里面 最主要是要解决 避免有人为的因素 操作错误 还有横向的联系 还有设备怎么样提高设备的可靠度 这个是在我们过去每天24小时 包括每个假日 包括过年过节都在做 尤其是 各位可能不知道 每一年的过年 中油的天然气都要切换维修 那就是那种过年时间 一生有机会 为什么过年时间的用电量最少 大概全台湾360天 过年最短 停下来 各位知道一旦停了 对台湾电力公司 对中油的人 大概动用了 你们想象不到的连累 你们可能都在过年假 享受那过年的欢愉快乐 但大家 那段时间可以就叫做7-11 一下子一搞就是四天五天 二十四休息 好 那我想接下来就是 透过这样的一个改变之后 用户端有什么哪边调整 用户端大概简单的说 用户端大概是 由于为了要数位化的时代来临之后 我们提供了一个数位电表 也就是AMI 智慧电表 智慧电表目前来讲 我们全台湾总共有1400万的用户 我们大概已经提供了 安装好了227万的用户 在这227万的用户里面 基本上来讲 大客户 也就是超高级用户 以及一般特高级用户 25万大概都安装 其他的大概就是一般民间的 那我们今年的目标 预计希望能够达到250万 但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超降300万 所以以这样的陆续来讲 就会改变很多的生活的节奏 那么第一个生活节奏 大概就是智慧型电表的一个 改变了整个生态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包括引领产业 因为智慧型电表 AMI一装之后 很多的生活形态 包括家里有老人 你的老人 开了某个灯 它产生了线路 你的智慧型电表 你下载的APPAPP 就可以看到家里老人 现在挤在那里走到那里 上厕所了没有 厕所怎么坐那么久 灯还没关 有没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看得到 甚至于当包括个人演示 你都可以看得到 怎么平常晚上这个时候灯不应该亮 这个时候灯亮 这个人演示都可以看得到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家庭的微电网 包括充电桩的 家庭的微电网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鼓励 这个目前大概在国内 大概已经有在凤山做示范的 怎么样 从太阳能 储能 以及大概包括整个生活形态的改变 大概这个部分都在做调整 好 电动车的充电桩 我们在从去年五月份 大概就改变 怎么样 我们鼓励在离峰 也就是尖峰在每一天的下午 四点到十点 晚上的十点 我们的电价 充电桩的电价 可能一度电要高到九块三 但是只要离开这个六个小时的尖峰 你一度电只要两块三 好 各位 如果电动车一度 各位现在手上如果有开的电动车的话 充一度电 Average可以跑多少公里 五到六公里 所以一度电可以跑几公里 五到六公里的话 一公里才拌多少钱 是假的 好 OK 好 那后面的技术呢 包括能源技术服务 我们提供能源技术服务 包括了业界 包括了企业界 最主要是用来节能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这些策略 我们在全台湾的24个营业区处 都在办理 好 那还有自动化的这个 虚量反应目前是跟学校在合作 斑斑油冷气 未来会朝向跟超商 跟电动车业者合作 还有智慧路灯 智慧路灯各位常常看到 一般五盘杆路灯洗掉 那路灯洗掉之后怎么样控管 不断地透过AI的监测 让路灯可以比较friendly 好 我想后面的很多的 消风填骨的部分管理呢 由于时间上的关系 我就不方便跟大家做详细的一个报告 好 我想最后呢 大概简单地用这样子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台电公司是点灯人 我们期待台电公司在现阶段的点灯 以及未来在2050年的点灯 我们希望能够让家家灯火家家庆 处处台电处处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